请不吝点赞 很多人告诉我 这个年代 已经没有人愿意听诗歌了 我想斗胆一试 你愿不愿意高深贺 朋友 请告诉我 实话实说 从哪一刻你发觉青春 已经擦肩而过 是从你习惯了被忽略的冷漠 把自己埋进周而复始的消磨 还是不再幻想生活的波澜壮阔 以平凡的日子握手言和 当你对知识不再如鸡似渴 当你对远方不再魂不守舍 当你不再向往灵魂的颠簸 当你不再敢于义无反顾的视错 请相信我你可以重新选择 做一名开拓者 时钟并不自然流逝 日历不会自行翻过 明天之所以降临 是因为今天的每一秒 都有人在替你开拓 黎明会来 是有人在黑夜点燃星火 巨龙会醒 是有人唤起奔涌的黄河 广煞万千 是平地筑起的封碑 闪烁的字节 也终将凝成史策 如果你不愿意活成别人的模样 就请用自己的汗水 把梦的形状雕刻 如果你不愿跟随别人的脚步 就请在自己的方向上 写下骄傲的车辙 每一地水中都向往江河 又有谁甘心做沙滩上的泡沫 既然时间的纹路 总会爬上我们的前河 那我们也该给时间 留下属于自己的颜色 不是年轻才去开拓 开拓者永远是年轻 未知的路上风景如各 新青年就要开拓 雪佛兰开拓者 与每个时代的新青年共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